欢迎收看明示国际新闻 我是刘芳慈 接下来这个小时 我们带您从台湾看世界 要从世界来看台湾 首先来关心的是 今年36岁的北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今天早上惊传命违 这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还有路透社等等 国际媒体报导 这是根据美国官员 不具名的透露消息说 金正恩他在4月12号的时候 在香山郡接受了一个心血管手术 但是没有想到结果不太成功 而且他现在很可能是处在 相当危险的状况 另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 甚至一度报道说 金正恩已经脑死了 不过面对这个传闻呢 包含南韩的青瓦台 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等 都没有承认金正恩他重病的消息 用了心血管手术 而且命违呢 其实他自从2012年接掌政权以来 近年来一直是有体重过重 这样的状况 那么去年他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 还被媒体拍到 他脸部脏红 气喘吁吁这样的状态 那么根据韩国国家情报院 2016年发出的报告 曾经指出 在2016年的时候 金正恩呢 他是体重有高达130公斤的 那么现在可能还会更高 那么他也可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 包含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等等 有一些美国专家 也好几次指出了 金正恩他的健康是有问题的 疫情的新疫情冠状病毒肺炎 持续的肆虐全球 那么现在欧洲的状况如何呢 先来看呢是法国 当局在昨天证实 这个病逝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2万人 也成为继意大利西班牙 另外还有北美洲的 美国之后 全球死伤人数第四多的国家 那么虽然法国当局表示说 这个重症曲线 正在拉缓当中 法国总理菲利普 甚至前天也针对说 巴黎是不是要解封了 言你可以解封 并且戴口罩上街这样的措施 可是已经关了 快要5个星期的巴黎郊 这个巴黎郊区呢 青年是情绪相当的紧绷 在上个周末 连续两天 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首都莫斯科 在这个星期是进入了 为期第四周的封城了 莫斯科的副市长日前 也向市民喊话说 大家再继续忍一下 因为疫情在接下来的 两到三个星期 可能会达到高峰 俄罗斯总统普廷 昨天也说 尽管现在态势趋缓了 不过提醒大家 疫情还不到高峰 但是在南部的城市 已经出现有民众聚集 示威抗议说 封城的政策 摧毁掉经济 真的该不该解封呢 因为俄罗斯的 武汉肺炎确诊案例 在昨天一天之内 就新增了4268起 那么累计全俄罗斯 至少有47000多起的 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达到了405人 现在他们防堵 武汉肺炎的成效 可以说是位居 欧洲国家的前段班 虽然说有177000多人 确诊是排在全球第五位 欧洲第四位 可是死亡人数 依旧是控制在 4800多人 那么在德国 实施了封城令一个多月之后 现在呢已经开始逐步解封 第一阶段是先开放一些 小型店家可以恢复营业 那么现在德国一些城市 街上则是再度出现 消费的民众了 那么相较之下 带来看英国的态度如何呢 根据首相强森表示 他还是不敢贸然的解除 封城禁令 因为生怕又会出现 第二波的疫情 北极熊看起来有点困惑 因为已经好久 没有那么多游客 盯着他们瞧 德国武汉肺炎疫情趋缓 20号开始逐步解除封锁 部分动物园重新开放 小朋友终于有地方放风 不只大人小孩开心 小店家更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再关下去 恐怕就要倒闭 德国政府表示 扩大病毒筛减 还有提升家户病房收治能量 使他们得以控制住疫情 全国16个邦 从20号开始逐步解封 第一步开放面积 800平方公尺以下的店铺 汽车与脚踏车经销商 还有书店重新营业 街上终于重现生气 不过总理梅克仍然呼吁民众 绝不能放松警戒 他也强调放宽限制令后的 这两周很关键 要是疫情又升高 也只能再度封锁 相较于德国 英国则是两样型 自己也不幸染疫的首相强森 这回步步为营 对解封抱持谨慎态度 生怕一放宽 就出现第二波疫情 英国也持续增建临时医院 对抗病毒 女王的丈夫高龄98岁的菲利普亲王 20号罕见发声明感谢医护人员的贡献 她和女王目前都住在温莎城堡 躲避疫情 平时新闻林文彦综合报道 接着来看日本 包含东京还有大阪等七个都府县 都是被纳入紧急事态范围 那么现在也见满两个星期了 虽然各地的人潮确实有减少 确诊数也大幅下降 但光是昨天就有25个人死亡 也串下了这个单日新高的人数 专家都认为说 今后日本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甚至神户大学的教授 严田剑太郎 她更是悲观的表示 我不认为东京奥运有办法 在明年如期举行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 要延长各种的防疫措施 包含限制四个人以上聚集的禁令 是从23号开始算起 要再往后持续14天 那么其实昨天香港 终于出现零确诊病例 这可是从3月5号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特首也表示 尽管这是好消息 可是还是不能松懈 她希望市民可以多多忍耐 香港之前宣布 除了禁止四个人以上的聚集之外 也规定酒吧 电影院等等娱乐场所 得停业两个星期 那么这项禁令 在后天也就是4月23号 就会到期 当局因此为此决定 要延长禁令两个星期 持续到5月7号为止 而病毒爆发地中国呢 是一直宣称现在疫情缓解了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是新增11个人确诊当中 就有7个人是本土病例 其中6名是来自于黑龙江的 好现在是全力的在防堵境外输入 尤其是要严守首都北京 好不过 北京日前却调升了 昭阳区疫情风险到最高风险区 是中国目前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区 这个调升也引发了外界的揣测 案例呢是超过78万 其中有超过4万人病逝 算说不管确诊人数还是死亡人数 双双都还是位居全球之冠 不过根据总统川普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的记者会 是表示全美国的病逝人数 已经下收到5万到6万之间了 纽约州新泽西州 还有康乃迪克州的病逝人数 也都出现下降这样的趋势 所以好几个州现在陆陆续续松绑一些禁令跟限制了 乔治亚州 天纳西州 还有南卡罗兰纳州呢 是最新一波宣布解封的地区 那么解封的内容是允许零售的商店 海滩 还有部分的公共设施 在最近可以恢复营运 不过虽然美国疫情减缓了 准备逐步解封 但还是不敢大意 总统川普透过推特 po文表示说 他现在为了避免疫情扩大 同时也要保护美国人自己的工作权利 所以他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暂时禁止移民入境 那么川普他还没有详细的说明 他的命令会影响到哪一些的移民计划 不过其实在疫情影响之下 美国国务院早就暂停所有的签证作业了 包含移民签证 美东市油价盛跌 那么美国即将到期的原油期货 史上第一次跌成复数 受到拖累 美股星期一收盘重挫 道重工艺指数收跌了2.4% 标普500还有纳什达克也下跌了超过1% 那么分析师指出 运渠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幅削减了国际原油的需求 不但西德州的原油 五月合约遭到写洗 六月的期货跌幅超过了18% 就显示了石油输出国的组织 OPEC日前所达成的历史性减产协议 其实并没有减缓到原油 供需失衡的下行压力 油价重挫 经济震荡 那么疫情冲击全球 也引发了国际踏伐 然而市委秘书长谭德赛竟然说 他从疫情的初期就已经市井各国了 武汉肺炎全球扩散 目前确诊人数突破了247万 其中更有超过16万人死亡 那么针对国际社会纷纷痛批踏伐说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疫情处理上慢半拍 没想到秘书长谭德赛 他今天在视讯会议当中 竟然表示说 我们市委怎么可能会隐匿呢 他说从疫情初期 WHO就警告了各国要团结抗疫 那么各地的医院还有 传出了人力或者是物资短缺的问题 像是有的医护人员说 他们得戴4天的口罩才能再换 甚至还有的人 是整整一个星期 都是戴同一片口罩看诊 有意思形容 这样就好像是裸体上战场一样 现在日本就有民间团体 发起了募捐活动 要厂商和民众 把自己手上多余的口罩 让给更需要的医护人员 从星期二4月21号开始 要透过自家商务平台 来向日本的民众贩售口罩 一盒50片售价2980块日元 相当于台币840块钱 我们画面上现在看到的 就是这一回Shop开卖的口罩 Shop表示响应日本政府的政策 他们在三重线的工厂转为生产口罩 初期的产能是每一天15万片 未来预计可以强化到每一天50万片 依照目前的购买规定 每个人每次限购一盒 下单三天之内没有办法再次的订购 而且每一张单都会收取台币186块钱的宅配费用 最快两天最慢七天才能送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法律其实有规定口罩不得转售 那么一旦违法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100万日币 约折合新台币28万元以下的罚金 不过除了刚才看到像Shop这样子 新建产线来生产口罩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口罩的产能 我们接着带你来看到 在丹麦有群企业家 利用这个是3D列印技术来制作面罩 那么特别是要给低线医护人员使用的 每一天大概可以制作2万多个口罩 那么法国高铁就变身为高级救护车 印度则是把火车改装成移动医院 广告火来带您关心 在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之下 好几个国家出现了医疗资源 病房不足的问题 那么有的国家是搭建临时医院 或者是占地医院 不过这个会移动的医院 我们首先要带来看是印度 印度长久以来就有医疗火车巡回偏乡 那么这回印度铁路公司 就趁着全国大封锁的时候 把2万节的车厢改装成病房 另外还有法国的高铁 变身成为高速救护车 负责来转移运送病患 不过其实法国高铁在去年5月的时候 就和巴黎急救中心进行了联合演习 当时就特别模拟疫情大流行 或者是恐怖攻击状态之下的火车临时医院 没想到短短10个月不到演习成真 人数有18658人 592个人死亡 印度总理莫迪严令封城 但是还封出了现代版的山顶洞人 这是位在北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瑞什凯斯 这里是以灵修还有瑜伽课程文明于世 英国乐团匹头斯还曾经在1968年造访这里 写下了不少歌曲 那么瑞什凯斯因此声名大噪 还吸引了好多外国人造访 印度警方星期天在瑞什凯斯的一个山洞里头 救出了6名外国人 原来他们因为身上的盘缠用尽了 所以是从3月24号当局宣布封城开始 他们就跑去山上住在山洞里头 不过现在好啊 这个武汉肺炎的检测都是呈现阴性 目前这6个人都被送到灵修中心来隔离 继台湾职棒之后 韩国将成为全球第二个开打的职棒联盟 5月5号举行开幕战 而且全年场次不减